《宫廷素食》的读记的特点 它就是传承了以前汤料的讲究 来做出每一道菜 汤是厨子的枪 没有枪 你没法打仗 十八罗汉炸将军 注意什么 就是面要少 酱要多 吃炸酱面主要 它也是吃的是这个酱 四种酱 通过配比 炸出的酱才好吃 然后加上十八道原料 吊汤 有药山 蔬菜汤 几种密质的汤料 把这个汤料吸收到它原料本身中 之后这个汤最好是耗干之后 你这个吃了这个原料 那才逼得 而且这酱 咱们炸的时候不能加盐 也不能加酱油 让它酱的本身的味道出来 这才是 这才叫好的炸酱面 你少一道工序 这道菜 肯定 常吃素的人 包括慈禹太后 口很雕 一口就能吃出来 你少什么原材料 它不是你原来的味 熬至40分钟以后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汁晾凉 晾凉到什么程度 一个小时之后 它温了之后 下什么呀 下干果 然后顺着它那个温度 搅拌更香 吃在嘴里之后 半天满口香的 你不能那表面的味 你表面味搅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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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味了 过去真是用天然的材料 来调这个味 吃上这一碗炸酱面 那您就是很享受 孤立小专门 你以为它是在工作 我们不使用天然的材料 优优独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